HELLO 大家好 我是Haddy 今天就是你們熱切期待的一週晚間護褲 原本我是想著走掃不拍的 因為整條影片都要掃眼的話 我自己都要儲點勇氣 經常有留言說我的掃眼很恐怖 然後嚇到人 所以我自己都有點心理壓力 但是既然之前已經開了盤 告訴大家我想有這個題目 然後你們有這麼熱烈的反應 我覺得應該要掃掃 其實我不算是一個習慣 因為每一天我都好像 隨著心情和皮膚狀況的變化 選擇不同的護膚品 所以純粹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這條影片完全沒有廣告 也不會很仔細地說 每一件護膚品的質感、用來感受 純粹是一個紀錄 不用擔心 味道掃眼 現在先跟大家說一下 我會用什麼卸妝和潔面產品 卸妝產品是這一堆 如果沒有化妝 只塗防曬的話 我就會用The A-Home Beauty的這個泡泡 它分了短毛長毛 一邊是清潔 另一邊是去角質 超級無敵方便 只加水就已經可以落到防曬或淡妝了 我試過用它 用Tinta Moisturizer都沒有問題 但如果多一點化妝品的話 我就會用另外一個組合 特別是畫了眼線和塗墨膜的時候 我會用Canable的眼唇卸妝液 配搭Fresh的Soil Face Cleanser 另外當我發全妝 好像拍完影片去完活動之後 我就一定會用落妝油 最近就是用Bobbi Brown的這支 除了貴之外都找不到它的缺點 然後就到洗臉產品 最近在用一個Clean Beauty的品牌 遲些會跟大家介紹介紹的 洗臉卸妝產品分享完之後 我們就真的進入素眼狀態了 如果大家心血少 晚上容易發噩夢的話 不如跳下去 如果你不介意看著我七天素眼的話 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今天是星期四 想快快脆脆用這支綠藤新肌的化妝水 只剩下一點點 之後會用眼部精華 它的質地都很流質 一滴就夠兩邊眼用了 我就會拍到眼睛 很快吸收 之後針對我的苦紋 大家經常都覺得這支很貴 但其實我只會推在我的法令紋 然後少少眼角位 因為我是很多表情紋的人 而且是頸部三個地方 不需要容量很多 因為我的臉和額頭都沒有紋理的問題 所以我就不浪費在那些位置 畢竟這支也不便宜 再來就是用Kiehl's的暗瘡膏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壓力大 上個月爆完這顆之後 今個月生日期就爆這顆 前兩天我用了它 它就捕了暗瘡出來 我就擠了 然後現在再塗一點 希望這兩天就會退 然後就要弄點印去 應該很快 通常弄好焗布的問題 之後我就會全面塗一個精華 今天我就會用Caudalie的這一款緊緻系列 它的質地是很輕盈 好像乳液狀的 所以剛才塗了這麼多東西 再加多精華 我都不會說有很大的負擔感 或者臉是很厚重的感覺 都還是很輕盈的 我會避開剛剛那個暗瘡位 塗完 serum之後 我就會用按摩綠綠 令它更加吸收 其實之前粉紅色是同一個品牌的 但是我媽媽就搶了粉紅色的那個 所以我就用紫色 一樣的 最近買了Luparie的一個 sample set 所以今天就用它的面霜 它的質地是比較像奶油狀的 它的味道真的很雄雄華貴 還有這一款 我覺得它雖然是一個比較熟靈機去用的cream 但是它完全不會是很油膩 極度滋潤那種 現在的天氣用 開著冷氣 我還是覺得不錯 現在是第二天 星期五的凌晨十二點四十八分 超級沒有雙眼分 現在雙眼完全沒有神 抹不大了 今天跟朋友出去吃飯 買了一個新的手機殼 很開心 接著遇上世紀大塞車 十二點多才回到家 現在先洗完涼 洗完臉 就快點護膚完之後就睡覺了 一樣都是用爽膚水 我習慣一定要用化妝棉的 因為我想知道 究竟卸妝卸得乾不乾淨 應該看到這裡和鼻子旁紅了 是因為我敏感 剛剛跟小吉梳原毛 我對它的貓毛敏感 但是不愛事的 睡醒就沒事了 我現在就用Foreo 因為最簡單最快最方便 就是懶人護膚 這條真的不是廣告 我經常都用它 特別是這些日子 很想快點護膚完 又有質素 不想滑的話 是很有用的 我每個星期最少會用這部機 一次以上 之後我也是用眼部精華 還有點回暗瘡膏 然後上一個Facial Oil 這款是加丹尼爾的 做一個鎖水步驟 我的護膚程序就完成了 今天是星期六晚上11點06分 沒錯 我們已經搬進新房子了 其實星期六晚上 通常我都不會怎樣護膚 想讓皮膚休息一休息 但卸妝和洗臉都是要的 我會用這兩個 洗臉和男朋友一起用Be Glang 其實差不多用完了 然後下妝就用Good Molecules的 Instant Cleansing Balm 裡面的卸妝膏有點像雪花 其實不擦皮膚是會有一點乾的 不過我覺得不可以太重壞皮膚 每個星期有一天購物給它都不錯 我們明天再見 因為昨天做了基段食 所以今天的Tono會選一個保濕感強一點的 你會發現皮膚吸收產品的能力是高了很多的 所以有什麼樣份想盡住皮膚的話 就趁今天了 我會先塗了美白精華 然後到眼霜 然後發力紋的位置都繼續塗這個精華 然後星期日通常我都會獎勵自己 敷一個更漂亮的面膜 一會敷完面膜之後 我會用洗臉筋抹一抹臉 然後用Ifoche的晚間精華做個鎖水 今天的護膚程序就完成了 這麼快到星期一了 今天都一樣是用了Tono 大家之前不斷留言說想看 現在會不會覺得後悔呢 天天只不過看著我怎樣護膚呢 是不是很無聊啊 然後一樣都是塗眼霜 然後上星期收到Qubit還是Qubit 他們寄給我的BFF Serum 裡面是有CBD成分的 那我就打算今天試一下 質地呢 嘩 都蠻稠的 它是屬於慢慢流下來的那種 撕開的時候有少少一粒粒 然後塗上面上面 都蠻快吸收到的 不過吸收完之後 它是有少少黏手的 所以應該晚上用會比較硬 然後塗上面霜 它的質地好像牛油一樣 我用大部分護膚品都會習慣用手搓開它 然後印上面上面 才再推開 無論用了什麼產品都好 我最後一個步驟一定是會用Facial Oil 因為鎖水是非常之重要的 睡了不需要多 一噴左右就已經足夠了 一樣都是按壓在臉上 還有這一款我是很喜歡用來塗手肘和膝蓋的 來到第六天 今天我就出了去曬全天 通常曬完之後 我都會敷金棧花凍膜做舒緩的 它的質地都很棒的 好像啫喱一樣 凍膜我會敷久一點 大約20至25分鐘左右 然後大家會看到有一定厚度 我的習慣是厚膚 不喜歡薄衣的 通牙方面我就用一個比較保濕一點的 其實我覺得用手上會再保濕一點 但是我喜歡用化妝棉 然後大家都應該看到它的 由昨晚開始我已經不停流鼻水了 所以鼻子是在淋脫皮狀態 如果想塗一些暗瘡膏之類 我又怕會扯乾皮膚 所以最近真的剛剛新鮮滾熱了 收到這一支 它是SSY的一個暗瘡液 我看到它聲稱做到去痘之餘 還可以修復皮膚 所以今天我就試一下用它 聞下去是有茶樹油的味道 不舒服的時候 我的皮膚也蠻厲害的 我會用什麼呢 就是手上兩樣 大家看到我已經用到眉色 已經證明了一切 然後再加上這個Wonder Oil 大約3-4滴左右 很方便的就這樣塗在臉上就可以了 你會看到它不是那種很油 很黏很厚一層膜的質地 反而雖然它是一個gel mask 不過吸收完大約10分鐘左右 是完全不會黏黏的 現在你看到都已經開始清爽了 它那種味道是超舒緩的 總之每一次有一點不舒服 有一點鼻敏感的時候 我就一定會用它了 現在來到最後一天了 我也是用了Toner 抹一抹臉 然後就塗眼部精華 之後再用Yepoche 這一支 之後今天會用Caudalie的美白精華 然後我會敷一塊Mask 大家都知道我的秘訣 塗完美白精華 敷一個肺肺面膜 是黃度來的 這一款是台灣我的心肌面膜 以肺肺面膜來說 它算是非常非常好用 不用10元一塊 大約敷15分鐘左右 然後我就會用一個Facial Oil做鎖水步驟 我現在未想到用哪一支好 好像前幾天都沒有用過這個油 所以不如今天用一點給大家看看質地 它不算是很厚重 很不舒服 但滋潤感的確是比起加丹尼爾強一點 那我這七天的晚間Skin Care Routine 就分享完成了 不如不要再看我的素顏 回去化妝的樣子 好 我們回來了 以上就是我的一星期晚間Skin Care Routine 大家終於明白到為什麼可以有這麼多胸瓶 因為我真的很努力 很努力去用不同的產品 其實大家不需要像我這樣 有這麼多不同的護膚品在家裡 但最少我建議都要有三套 一就是當皮膚好的時候 如何去平衡這個情況 第二皮膚變差的時候如何去修復 第三就是當你有過敏或皮膚有狀況的時候 如何去舒緩和解決這件事 千萬不要一套護膚品 酒天奶是不夠 flexible 但也不需要像我這樣 每一天不同心情 不同狀況都用不同的產品 就有少少離地 我的情況有點不一樣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買 然後我又會收到不同的試用 一些合作的產品 所以久而久之就變成這樣的狀況 希望大家喜歡看 這個禮拜非常真實 完全沒有廣告成份的一個 一星期晚間護膚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更新片 以及星期日更星期十二點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6 5 6